福宝终于有了新的小床 福宝最新隔离日记来了 中心称福宝食欲正常 一切平稳 看到猪猪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仿佛被填满了 福宝不再综合症 马上就消失了 福宝好像给自己换了一个新的妆容 可能福宝是想尝试一下平头的造型 也许爷爷们看到福宝大口炫着胡萝卜和小苹果 心里会很开心吧 一些腐蚀都是精心摆盘 并没有扔在地上 也感谢中心的尊重和用心 因为爷爷说过 福宝不喜欢吃地上的东西 哪怕是心爱的窝头掉在地上 福宝都不会去捡来吃 福宝也在很配合地做行为培训 也许福宝已经明白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知道爷爷已经不在自己身边 以后自己要勇敢地向前走 估计爷爷也会为福宝的自立而感到自豪吧 真希望福宝早日解除隔离 出现在姨姨们的视线中 福宝隔离结束后将要办野化饲养 听到野化这个词 很多网友以为福宝以后要去野外 没人管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半野化的饲养会让福宝在现有的环境中 享受最大的自由 宿舍和外场的门不会关闭 福宝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全看自己的心情 饲养员虽然不会过多的人工干预 但并不代表不管 饲养员仍然会定时地投喂 和进行一些相关必要的训练 很多网友担心福宝接受不了 因为众所周知 福宝在爷爷的呵护下长大 是个情感需求很大的小熊 网友们都害怕福宝不适应和受冷落 但是我认为 如果福宝出现不适应 他肯定会用行动表达出来 忠心肯定也会给予最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福宝适应得很快 那就说明 我们的福宝自己能行 我们的福宝已经长大了 虽然福宝和爷爷现在不能在同一个基地生活 但是爷爷的爱肯定无时无刻 会包围着福宝 支持着福宝